都是瓶子 1.5km 就是這裡有多大 130km 開啟嗎 - 跟著這隻羊駝我們就來到第二天的富士科 我們今天下午就乘車去Machu Picchu 所以現在早上還有少許時間 我們可以在這個城市裡走走走走就算了 因為畢竟是一個有高反的地方 所以也不太亂來 現在我們倆都沒有高反 是的 這好像一個度假聖地 遊酒店逛了5分鐘 我們就來到Cuzco的中心地帶 兵器廣場 對於歐洲國家城市和他們的殖民地來說 廣場就是一個城市的市中心 這些廣場亦可以作為士兵操演和集合點 亦可以來舉行宗教集會 四邊的騎樓就有一些拱落 可以為相反提供遮風擋雨的空間 兵器廣場這裡就有兩間很重要的教堂 一間叫做富士科主教座堂 另一間就是耶穌會教堂 兩間教堂都在西班牙石雲時期樓梯的產物 建立在曾經的印加宮殿上面 由於時間原因 所以兩個教堂裡我們只選了去耶穌會教堂 教堂裡不可以拍攝 不過觀感來說總體都是頗為震撼的 巴洛克風格的外場 教堂裡雖然燈光不猛 不過也看到一些金碧輝煌的內隆 特別是教堂正中間的主祭壇 那些杜金的石膏和金柱 是長得我省不開眼 現在就是來了一個唯一能拍照的一個閣樓 我知道 整個裡面都是金碧輝煌的不給你拍 來我們裝個去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來 秋姐太不容易你看她這個不不艱難 哪有艱難啊 明明就是非常的古旅貧丁 古旅貧丁 別高反了哈 討厭下你的午餐 我下來了 作為一個殖民城市 這裡的建築大部分都是西班牙和印加風格 具體可以看見建築物的底部 都是印加牆身 越往上就逐漸變成了西班牙風格的橙紅色的瓦片屋頂 走路兩步我們就來到另一個景點 Colikantra 太陽神廟 這裡原本就是印加仁來供奉他們最重要的太陽神 後來西班牙殖民來這裡搞破壞 太陽神廟就被人改成了天主教堂和修道院 所以這裡還有另一個名叫聖多明國天主教堂 據聞當時的太陽神廟幾乎都是被純金覆蓋住的 由長身搶載到裝飾 應該是金碧輝煌的樣子 因為對於當時的印加人來說 金是神聖的 在宗教中具具有珍貴意義 但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不具備任何物質價值 很遺憾 曾經的太陽神廟現在只剩下很小一塊面積的 沒有金的印加牆身 依然保留在天主教堂的屋簾下面 至於金去哪裡呢? 你猜猜 他們怎麼製造? 他們怎麼製造? 我們知道他們怎麼製造 他們用這個工具 這些原先全部都是有一層金在上面 西班牙人把人掘走 所以現在的印加牆就是剩下這些石頭 據聞後期曾經有幾次比較嚴重的地震 無論教堂怎樣受到破壞也好 這些印加石牆是一點都沒有變得 都要多得他們這種磨石護扣的技術 即是指石頭經過精細的打磨、契合而成 石頭摺石頭這樣直接拼 中間是沒有任何的黏住和黏合劑的 石身重加上這些護扣技術 是會令到這些印加祥非常堅固的 當然這些這麼精密的技術 都只會在皇室建築和宗教建築中看到的 因為最完整的石頭是沒有剪刀的中間 之後這裡一直一直到外面 一直一直到這裡 這裡都是沒有剪刀的 這裡是完整的 就是這塊石頭 這個石頭摺樹市場就是我至今都很難忘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在這裡吃到一碗畢生難忘的雞湯麵 吃東西之前才和毛球走一轉這個市場 整個市場總體來說都是非常乾淨的 這裡有很多東西在賣 由生果到咖啡豆 再到手工製品、紀念品 這個市場算是很齊的了 商品區和美食區是分開的 美食區的檔口配置就是一間店舖前放著好幾張長椅給食客坐 橫看這個美食區我就覺得好像當地人多過遊客 大家坐在這裡吃 一些是坐了兩排的,一些是坐了一排 這間店已經百排了,這裡坐了兩排 除了第一排的椅子是有桌子之外,後面是沒有桌子 食客就是要拿著碗吃 食物是有點熱的,所以對於我來說 如果沒有桌子放過碗,確實是有點難度 店家就很貼心,特地為我們倆弄多了兩張椅子作為一張桌子 這一輩子一次吧,大概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然後這個,這個這麼大 作為一個對食雞很有要求的廣州人來說 這碗麵我真的十分承認 可能是因為原材料的質素實在非常優越 有可能是因為我太久沒吃好東西了 所以就造就了這一碗北新南亡的雞湯麵 要說說這裡的所有店舖的工作人員 都有統一的穿妝 但它就令人覺得非常放心 現在剛好下雨 之後無求買了一幅 你是買了一個羊駝嗎? 買了一堆羊駝的畫 不需要,謝謝 現在我們還順便那個店家去了換水紙 所以我們幫他看著這個 整盆沙子 謝謝 那50塊跟這個比,你覺得誰可以划算 就有點離譜 它怎麼就跑掉了 難嗎? 就人家盛情的推銷 我現在就問那隻狗了 你看一下 吃臉皮下 然後再來罰我 這些狗真的吃得特別四五季 每天有什麼類型 它真的這麼小 這裡就是大家在等車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去馬丘比丘的這個車站 因為其實它是一間店舖 但是因為那些燙車是由巴士加火車組合而成的 那前半段我們去到歐現台的前半段 我們是搭巴士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店舖裡等 準備上巴士 那由Cuzco去Machubichu這一段 其實是有兩間火車公司可以選的 一間就叫做Incar Rail 另外一間就叫做Peru Rail 做過功課之後 其實票價和舒適度和出發時間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就隨便選了一個Incar Rail 那當然除了火車之外 也還有私人包車 不過這個我們就不作考慮了 其實應該還有很多景點可以走的 只不過我們就真的貪方便 就在市區打幾個轉 不過都夠了 因為你走上走下其實是很費力的 因為畢竟也是一個三千多海拔的地方 就已經一隻手搭配一張 就像一隻這種海拔的地方 它們會做得太多 地上海拔的地方 先來對它們的地方 我們去看看 就是這街頭的地方 這個那些都想知道 這件事情的就是 這個車的地方 在店舖裡人家是這麼多的地方 是試穿的地方 我都想知道 對你們說 突然到這一點 那什麼的地方 ène 個人或者是 超級汽車 這裡好像也有個來遊景點 但我不太記得是什麼 應該也是鹽田之類的 現在來到歐現台的巴士轉火車中轉站 現在來上這個火車 起碼還有1個小時 這條隊幾公里 還在下雨 搞錯 什麼情況 我們看你從前線走過來 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什麼情況 不過這已經短不少了 剛才真的短了 剛才都踩到那裡 這情況就是非常的妙 就是有點在下暴雨 然後我們兩個 就是一個是 很難的一樣 什麼鬼這裡暴雨 天氣預報就沒說有下雨 天氣預報 外面大海上 天氣預報騙人 就沒轉過 從Google Map開始就沒轉過 今天剛剛又是更難的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聲音 哈哈哈哈 嘩 為什麼要唱歌呢 現在還能 唱歌跳舞 跟著我們 那樣的 是 那樣的 那樣的 是 那樣的 馬哈達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